字幕秘密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的話是我們甜人社 第一次我們本來從FB上的直播 轉移到我們的YouTube的影片這邊過來 那今天的話 要為大家介紹的一個產品 是屬於我們一個有秋天感的商品 那這個季節到了總是會出現很多栗子的商品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用我們的栗子跟我們的紅豆 去做一個栗子與紅豆結合的一個麵包出來 那通常這樣的類型有餡料的麵包 它都是以甜麵包居多 那我們今天的話會製作一個 稍微有一點絞勁的栗子麵包 那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下去吧 我們把所有材料都投入進去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的麥素攪拌 那其實在這個攪拌的過程當中 因為畢竟現在的季節來說的話呢 天氣依然還是非常的熱喔 所以大家在攪拌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可能就要稍微特別注意一下麵團的溫度 像我們今天在製作就有把所有的材料 都先事先放到冷凍庫去做一個降溫的動作喔 那它才有辦法可以去抵抗我們現在室溫比較高的一個狀態 避免麵團攪拌起來的時候呢 它的溫度太高 它的溫度太高 那我們其實在攪拌麵團的時候 與其讓麵團的溫度過高 而導致後面會產生非常非常多不確定的因素來說的話 那我們寧願麵團的溫度稍微低一點也沒有關係 至少它還可以藉由比較長的發酵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在去製作的這個麵團呢 我們使用的話是我們鳥躍製粉的鐵塔霸印這一支粉喔 那這一支粉的話呢 基本上它的蛋白質含量其實來到11.9泰晶 非常的接近高筋麵粉的一支粉 所以這一支粉它在使用上面的一個特性來說的話 它其實它可以使用來製作任何型態的烘焙類商品 其實你把它拿去做各種各式不一樣的一些麵包 不論你要做甜麵包做吐司做歐式麵包 基本上它都是非常適合的 非常的好操作的一支麵粉喔 OK 那我們結束中速攪拌之後 我們就稍微把我們的麵筋稍微有一點成型之後 我們這時候就加入我們的奶油的部分 那我們只要攪拌到麵團麵筋完全擴展的階段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就可以了 我們就要準備進入到我們下一個步驟的基本發酵 那我們把我們攪拌完整的麵團 我們稍微把它收緣 我們稍微把它收完整收緣 這樣去幫助它做第一次的一個基本發酵 那我們把它收好之後呢 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去量測我們麵團的溫度 我們今天想要的溫度大約是26度C左右 那現在是26.8度C 那這在我們的一個合理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麵團攪拌完成一定要去量測它的溫度喔 溫度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它會造成你後面成功或失敗的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原因的因素 那我們就讓它進行一個小時的基本發酵 遊錄大約 好 OK好 那我們剛才已經做鬆弛完的麵糰之後 我們現在要做整形的動作 把麵糰拿過來之後 我們先稍微把它拍平 那我們先把它擀開 輕輕的擀開 不要太大 大概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就好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我們就要進行我們早上的時候 我們有做的餡料的一個包覆 我們的栗子紅豆餡 那如果你覺得太小 有的人可能不是那麼好包 你也可以稍微大一點點沒有關係 但是記得你的麵皮不要擀得太薄 因為當你擀得太薄的時候 你等一下去包餡 這個動作的時候 如果你稍微用力一點的話 你可能會造成你的麵皮過薄 那你在烤焙的過程當中 它有可能就會 炸裂開來 包開 那我們把我們的圓形的 我們稍微擀開之後的麵糰 我們拿在手上 然後我們包入我們的栗子紅豆餡 50公克 我們包50公克 那我們包覆完成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葉子的形狀 所以我們在包覆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這個線不好包覆 我們注意我們就是 我們糊口下面要留一個弧度 這個弧度下面就是要讓我們線可以往下擠壓 然後我們往下擠壓 往下擠壓 然後最後呢 你的包餡紙上面會殘留餡料 我們貼著麵糰刮上來 那就乾淨了 然後我們這時候 我們要做葉子的形狀 所以我們把它像捏水餃一樣 把它做成一個餃子的形狀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做成餃子的形狀之後呢 我們把它反過來 把它反過來 那這樣子是不是它就是一個橢圓形 它就有點像我們葉子的形狀 然後如果會黏的話 我們一點點的手本 那我們稍微輕輕的把它拍平 那拍平之後呢 我們稍微把它 擀開來 我們稍微把它擀開來 然後擀開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畫上我們葉子的痕跡 我們就拿一把小刀 然後我們從中間 我們畫穿它沒有關係 我們讓它穿過去 然後畫上葉子的形狀 我們畫上葉子的一個形狀 之後呢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它的周圍的部分 在它周圍的部分 我們沾上我們的水分 我們沾一點水 我們再沾上我們的黑芝麻 然後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烤盤上面 我們在蓋上 我們在沾上我們的黑芝麻 然後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換到烤盤上面 然後就蓋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現在我們就 請我們偉大的小便來幫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今天所做的商品 今天他拍得很開心 體驗一下製作的痛苦在什麼地方 我就先把他趕平了 然後再來 抱歉 蛤? 還有還有15 還缺15喔 對 往下壓下去沒關係 不會爆掉吧 不會不會不會 壓下去壓下去 OK的 你看這樣你卻有空間了對不對 沒有有空間了OK 然後再補 對啊 抱歉 pessoal 好 nih 音樂音樂 OK 那我們今天這一個商品的話 我們就已經製作結束了 那我們 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支影片啦 所以說我們會在這次影片的下面 我們會有一個優惠要提供給大家 去試用看看 讓大家試做看看 那這個價格是2.5公斤的DATA發運粉 只要200塊錢 而且這裡面有包含運費在裡面 就是200塊錢 2.5公斤的DATA發運粉 然後還有含運 那 都在標題的下面 大家可以點進去連結你們觀看一下 然後呢 我們之後也都會不定時的 一直提供各式各樣不同的一些影片的內容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繼續的追蹤支持我們 那大家記得一樣 訂閱按讚 然後還有開啟你的小鈴鐺 OK 那我們下次見 OK 那我們下次見